在我们的人生里都会遇到最糟糕的日子和最美好的日子 通常我们在最美好的日子里才能感受到神的爱 但在最糟糕的日子却不然 有位基督徒作家写下一句话说 你最糟糕的日子从未如此糟糕 以至于你无法得到上帝的恩典 而你最好的日子永远不会那么好 以至于超越了上帝恩典的需要 我很赞同他这句话 这些话表明了上帝的爱和在主里面的自由 所以我们在怎么糟糕的日子都胜不过神的爱与恩典 而在怎么美好的日子都超越不了恩典的需要 但是大多数在糟糕的日子里 我们却经历不到神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变得更无力、没能力 这是因为我们总是衡量最好的日子 在于一个美好的一天 例如没有问题的一天 开心玩乐的一天 没有麻烦的一天 有好结果的一天 或者在个人生命里可以做到奉献 可以压制优惑 可以做到尽钱的行为等等 但在最糟糕的日子 可能是遇到最倒霉或最讨厌的事 生活程序颠倒、被人骂、做不到或做错某些事 受到压力的情况等等 这些我们都认为是糟糕的一天 但是各位,我们要问自己 是否只有在最美好的日子 才能称为是被上帝祝福的一天呢? 在最糟糕的日子 难道没有上帝的祝福? 难道只有在好的日子 才有神的祝福? 才证明神更爱我们吗? 那当然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一切都有上帝的祝福 但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在糟糕的日子 情绪不定 变得更无力呢? 很多时候 即使我们懂了神的话 但我们的人性 很容易就被外在的结果 来衡量什么是最好的日子 和最糟糕的日子 若按照这些事来衡量 来断定好跟坏 我们就是被情况和人 来摆布我们的情绪 而无法经历耶稣 更丰盛的恩典和更大的爱了 其实无论是美好的日子 或糟糕的日子里 我们仍然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为在怎么好的日子 都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什么标准呢? 就是达不到上帝荣耀的标准 达不到将来永生的标准 那即使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 充满圣灵的果子 仍然会因着人的罪性 被混杂的动机所污染 使我们远离了神的意 至于我们糟糕的日子 即使我们在基督里 最糟糕的日子 也不会使我们远离上帝的恩惠 使祂更少爱我们 或者削弱上帝对我们的喜悦 我们在最糟糕的日子 上帝并没有让我们陷入羞耻的困境 而是在祂的恩典和救赎之中 即使上帝惊恋我们 虽然过程中是痛苦的 但祂是在大爱中才这样做的 就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到 凡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凡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那各位 当然在糟糕的日子 有邪灵攻击和毁坏的工作 但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到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是的 上帝率领我们夸胜邪灵 并接着我们显扬基督的香气 这都是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不然我们就跟世人一样 因为糟糕日子 就哀恨满怨 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到头来还是虚空无益的 其实我发现 只有当我们明白 我们的情况是多么糟糕 而需要上帝的恩典 我们才开始珍惜福音 并体验得救的喜乐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 先成为我们的榜样 祂活出倚靠天父的榜样 叫我们明白耶稣 是我们唯一可以倚靠的 在祂死在十字架上之前 祂活出顺服的榜样 叫我们知道接着顺服 才能驱走担忧和惧怕 并知道下一步 圣灵引导我们要怎么做了 那最后 让我们再一次的确认上帝的恩典 在美好和糟糕的日子里 上帝的恩典告诉我们 祂爱我们 接受我们的程度 不在于我们能活出基督多少 乃是在于我们活在基督里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祂对我们的爱 是一种永无止境 坚定不移的爱了 但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都是本乎上帝 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和救赎了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 无论是在美好或糟糕的日子里 要惊讶与认识耶稣是谁 以及祂为我们做了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糟糕的日子里 会信心软弱 或是在美好的日子里 会有自我满足起来 所以上帝的恩典提醒我们 所有的成果 功绩不在于自己 乃在于上帝的成就 所有的信心 不是在于自己的努力 乃是在于上帝按时的供应了 另外有时候 我们会容易掉入罪里 但福音的恩典 使我们得以向上帝渴望信心 渴望圣洁和爱的顺从 而不是顺从入体的罪恶和骄傲了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确认神的恩典 圣地的恩典 是我们随时的需要和倚靠了 祂的恩典是比我们最坏的罪恶更强大 比我们最糟糕的日子更深 所以让我们不要为今天暂时的成功而满足 也不要为今天暂时的失败而跌倒 我们乃是在美好和糟糕的日子里 更以主的爱和恩典宽呼赞美了